這個像邊筋盒 這比較多的 它是靠在裡面 這個是整塊切 你看得出來不是整塊切 這裡也是整塊切 所以這個也在一起 那我帶各位做一下 甚至於可以提到一點模擬 假設今天早上大概就完蛋了 就在那裡 時間上就過去了 那我們要帶各位做這樣的練習 那機構的練習 學習不外乎 我們說仿座 模仿都可以了 為什麼 我們在教學 其實在教 已經做過成功的東西 我們是在複製其他要吃的成功經驗 你不要複製人家失敗經驗 是要學其他的失敗 但是我們不要複製成功 所以教學的過程跟創意教學是兩回事 很多人說什麼 做這個跟創意其實是不見的 但是不對 交花名更誇張 我自己都創造了 然後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有在我自己認識的這一個 我自己很不適合 我主要把今天的作品裡面算是 我自己的所謂叫做 其實是製造的所謂 這一個是製造的所謂 這一個是製造公司 他是台灣的大公司 大概環境廠 他已經有46.47年歷史了 他跟各位講他公司叫做南竿工業區 他在南竿工業區裡面有兩間廠 所以他造成南竿工業區 他公司有兩百多元在這邊 他總共是在塔蘭道道那個客戶網前面 那因為我跟他有研究的時候 大概...